最近我发现了一个超好玩的东西 但是呢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我就姑且叫它炫彩泡泡 它可以把我们生活中所有的东西变得非常艺术非常好看 然后呢用到的材料也很简单 就是我们大家家里都有的 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试验一下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容器啊 随便什么都行 我看中这个盖子 那咱们挤一点洗洁精啊 就是这种透明红色的就行 然后挤一点颜料进去 先放个紫色 黄色 然后把它们稍微搅拌一下 把颜料混均匀 准备工作了 完成了 掏出一根吸管 好了我们要对着它吹泡了 大家来观察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 为什么我吹不起泡泡呢 应该要先把颜料融化了 以后再加洗洁精 因为我刚好没有那种水状的颜料 那再来一遍 先装一些水 这次不要那么贪心了 我们做一个颜色吧 来一个蓝色 搅拌均匀 这下应该行了吹一下 不好意思没有加洗洁精 你到底像干啥呢 烦死了 洗一些进去 这一次一定能成功 试一下 一定是洗洁精不够多 再多加一点 开始 有了有了有了 然后我们拿出一张白色的纸 放上来 它就会有颜色和形状出现 我们吹一个好看一点的吧 然后重新染一张 再来一次 不行不行 为什么染出来跟它的一点都不一样呢 气死了 我甚至觉得当电板的这张纸 染着都比它好看 失败的一天 我要回去闭门思过